枪树金石疗伤完成后 枪炎开始启程前往风雷东阁 因为四方阁大会即将在此召开 而这也是枪炎得到的 唯一能见到风尊者的线索 枪炎这一波 明知山有虎 天下虎筛形 将有着怎样的遭遇呢 大别施金属一组后 枪炎开始急速飞驰 他本想使用天妖黄翼进行加速 却想到了当初那苍狼王的一番警告 因此也只能做罢 只能用三千雷洞赶路 还在他已经成功进入斗宗 所以速度相较于之前 有着不小的提升 仅仅不到十分钟 枪炎便离开了天幕山脉 最后他掏出了之前在划五城中购买的地图 开始确认路线 按照木青蓝所说 四方阁大会的召开地点 乃是在风雷阁的总部 也就是风雷东阁 此地距离枪炎如今的位置 光是赶路都要五天之久 如果不抓紧时间 等得赶到 怕是黄花菜都已经零了 四方阁大会 乃是中州大陆上 四阁所举办的一次比武大会 虽说真正参与大会的主角 只是这四格 但每一届的四方阁大会 都会是中州的一场盛世 即使无法与丹塔的丹会相提并论 但在中州之中 也是少有的一些盛会 若然是一些赛球 能够在其中表现出色 被四方阁所看中 那就算是一步登天 因此 这四方阁大会的参与者 并分是老一辈的强者 而是年轻一代的天教 难过带到四方阁出战的年轻一辈 自然都是各自势力中的角角者 也唯有着这些新鲜血液注入 才能够保证四方阁长胜不栓 以此对于年轻一辈的培养 四方阁都是极为的重视 也就是因为四方阁对于年轻一辈的重视 这才培养出了众多精彩绝艳之辈 譬如风雷阁的凤青尔 万剑阁的唐一 黄泉阁的王辰 星云阁的木青丸等 可以说是四方阁成就了他们 但也因为这些人的名声 让四方阁更加深入人心 这样一场盛会 每每举办都会激起不少年轻人的观看 都是会带动商部客栈之类的发展 因此他的举办地点 则是由上一次的获胜方决定 而四方阁大会的上一个获胜者 就是风雷阁 因此这届的大会地定在了风雷东阁 而风雷东阁所在地 乃是在中州北域的边缘 一处名为风雷山霸的地点 由于地势过高 此地总有着阵阵雷鸣 天气也变化无常 往往上一刻还晴空万年 下一秒就雷雨交加 这等异效也使得风雷山脉 在中州有些名声 这段时间 这里可谓是热闹非凡 外人空相 在晴空的一声雷响之后 一道数学人影 出现在风雷山脉上 正是经过数日兼程的萧岩 看着密密麻麻的人油 萧岩的心中松了一口气 至少这说明 四方阁大会还没就是开始 他还有着找到风雷者的机会 由于这波进入风雷阁的老巢 归来安全起见 萧岩从那界中 拿出一张透明的皮质舞 然后盖在脸庞之上 顿时的脸庞轮廓 便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若是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 这竟然是戴的面具 正是当年小一仙 给他能够一容的宝贝 被他保存至极 没有想到军人还能派上用场 毕竟他来这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到风尊者 除非万不得已 肯定是不想将自己暴露出来的 就算他进击斗争 也不可能与斗争为敌 所以一旦暴露 就几乎只有死路一条 调整好容漫后 萧岩便跟着到部队 意图前往大会的场地 跟着人人流不断前行 萧岩终是来到了一条岔路口 在此有着两条登山石道 一条是供前来看大会的人士提供 另外一条 才是给参加大会的 一些年轻强者所提供 在两条石道之前 有着近百名 身处尽装的风雷阁弟子进行把守 虽然此处是在风雷阁的总部 没有人敢在此放肆 但为了以防万亿 还是设置了不少弟子进行观察 以免有回水魔鱼之人 拿在这百人之手的 乃是一男一女两名老者 当萧岩目光扫到这二人时 眼神却是一宁 因为这二人乃是他的熟人 也便是当日 陪同凤琴而一同 向往天目山脉的两名长老 根据两名长老的规则 想要参加大会 第一是需要达到 三星斗簧以上的实力 第二 电视年龄必须在三十以下 第三 需要能够在这长老手中 支撑五回合 若是能得到这三种条件 方才能够具备参加的资格 若是前来捧场开热闹的 并从左边石道登上山顶片刻 十一片刻后 萧岩跟着大部分人 一共走向了 左向的左边的那条通道 毕竟此时 她是一点都不想出风头的 进入山道之后 萧岩这才明白 为何风雷阁会选择在此地建立 因为她在周围的银树中 感受到了极其浓郁的风雷之力 有着这些风雷之力 才能够让风雷阁中的秘法 三千雷洞 以及三千雷换身被修行成功 凭借着强大的实力 萧岩早早来到了观战台上 选择了一个极其不错的位置坐下 同时目光扫射四周 将周围环境一览无余 此刻她所在的位置 乃是风雷阁弟子平日里修行的广场 整个广场中 最引人瞩目的 还是一座通体银色的高塔 其间有着雷链光芒不断闪烁 如同一把银色巨剑 直插云霄 也在广城的正前方 有着一些同样视野不错 并在前排的空中 显然是给一些地位尊贵的大人物准备 天阁后 一道钟声音又响起 神奇中毒脚尖身影 自山顶中闪略而出 最后分散他来 这些人影分散的位置极佳 刚好是将整个山顶包围其中 任何人有所异动 都将会为这些眼力毒辣的护卫 第一时间锁定 突然 天空一声巨响 一道的雷银闪过 猛地从白云层之中爆裂而下 刹那间的强光 硬在场大部分人都不得不闭上眼睛 就连硝烟都不例外 她灰眯着毛子 挖着那刀巨大的雷电霹雳 在那里 有着几道身影缓步行出 最后落在那荧幕座椅之上 硝烟目光微微一扫 便发现隐藏在其中的废天 其余几人 则是风雷阁的阁主雷尊者 以及西阁以及南阁的两阁阁主 就在硝烟惊叹于自己人的步飞实力时 一道刺耳的破空声 在雷山上响起 一柄足有十丈的巨剑 一个瞬间 捉出现在的广场上空 全机巨剑一阵轻产 化作点点微光 崩碎而逝 在席上 则是有着两道身影 从天空上缓缓飞下 落入席位置中 根据从金石那得到的情报 萧炎知道 这两人 也是万剑阁的剑尊者 以及万剑阁这一代 最为天赋一禀之人 唐鹰 而剑尊者的登场 也是宣报着四方阁大会即将开启 毕竟这些尊者 听这里都是神龙剑手 不见伪的存在 自然也不会耽误实践 可不其然 周在剑尊者刚刚入位后不久 一道漆黑光芒自山脚暴虐而来 最后犹如顺一般 直接出现在席位上 一挥袖袍后便直接坐下 他出现的人影 乃是一名一身黑袍的老者 其面色苍白 眉雨间 点着许贤阴逸之色 一个双头 春时一黑一白 看上去扑而诡异 在其身后 也是有着一道硝烟 极其熟悉的身影 便是那黄泉阁的王泉 这三位尊者落定之后 硝烟的心也悬了起来 唯一没有出场的 便是那星陨阁的风尊者 也是他此行的目标 但很快 天际便有着一道 宛如荣孝般的风声传来 玄机一道庞大的金色玄风 顿时出现在了山顶上 无数人的注视中 玄风轻轻一颤 化为无数光点消散而去 而其中 两道身影 却是驾驭着一道清风 风天空徐身落在那席位置上 这两道身影 除了硝烟早先见过的木星鸾 正一位身处星袍的老者 自然便是硝烟苦苦寻找的风尊者 敲下达量一番之后 硝烟的心也激动起来 硝烟将怎么与风尊者相忍 或者又是否会帮助他去营救药老呢 点了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